自古以來,就算以前是古話 關於你是誰,其實都一直有存在 對我來說,言語是代表中文化 言語是代表自己的認識 所謂的身份,不是那麼簡單 關於你是一個什麼人 其實還是關於你想你是一個什麼人 還有可以是真實,或者是半真實 或者是虛構,或者是完全假都可以